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梁亭义牧师 今天由我您带驾祈祷 我们知道了加州政府 已经开启他日 第二阶段的重开进程 而湾区 比其他救棍的进程更慢 教会的重开 仍是遥遥无期 我们要为我们 社区即将近日 重开阶段去祈祷 亲爱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首先我们为加州和我们 身处的地方 政府官员祈祷 求主给他们智慧 懂得如何平衡 居民健康 及经济的复苏 做出能够保障 居民圣命及圣祭的 决定 此此我们为这种 开后供人的健康 祈祷 很多人需要为圣祭而上班 我们祈祷是美国 各州各地区的经济 不但能尽快地恢复 我们祈祷在浮工的期间 不再有第二波的情况出现 上班的人士不会受到感染 还有呢 我们祈求主给美国 宗教会 尽快地回复正常的聚会 尽快地回复正常的聚会 教会在经济和福音 发展方面 能回复正常 最后 我们祈求 心里给予更大的机会 给研究人员 是防疫疫苗 能尽快地推出 使全世界 特别是落后国家的人 可以在日后有效地预防 这个病毒 我们如此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感谢主今天跟你们分享的经文是 《罗马书》第八章 在九章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就是圣灵使人脱离罪的律 得自由 当然这个自由不是说自由行 乃是与基督同行 做神的儿女 就好像一个孩子牵着他爸爸的手 一直往前走 非常安心 有个故事讲到一个儿子去探访他爸爸 王后说 爸爸 我已经把你最好最想吃的东西都带给你了 王后 他爸爸的回答非常震惊 他爸爸说 你是我儿子吗 你有什么证据 今天我跟你都是神的儿女对吗 我们都是基督徒 但如果神问你 你是我的儿女吗 你有什么证据 不知道你那个时候怎么回答 也许我们就说 我们信耶稣的吗 我们就是你儿女咯 但其实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提醒我们 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振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不单单是圣分的事情 这更是圣灵用爱跟我们的一种连结 刚才那个孩子呢 听到他爸爸讲说的话 他真是心里头非常非常没底啊 只是说 只有医生叹识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为他爸爸祷告 是吗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神的 落在这个处境 但是感谢主今天 罗马书第八章也提醒我们 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探识 为我们祷告 他明白我们 留见我们面对的困难 过去几个月呢 其实我也很多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六个朋友呢 就离开这个世界 当然当中有一些是基督徒 但是呢 我总有一种跟他们隔绝的一种感受 就不好受 在罗马书第八章 问我们很多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隔绝这个是不好受的事情 对吗 甚至如果你要跟基督的爱隔绝 你就更不知道日子怎么过了 到底是现在的疫情呢 是禁忌呢 还是渣里头的一些压力呢 让你跟基督的爱隔绝呢 但是我们感谢主 罗马书第八章提醒我们 只要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 我们在这一切的困境中都得胜有余 愿基督的爱和圣灵的同在 常常在我们的圣灵当中 愿神祝福你 李宗盛 放松 您 这 这是 ces 比如 我是 还是 什么 我